为演员 我也不多介绍了 有请周老板 天花板 周老板 天花板 天花板 啥 大家好 我是周期末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情生活吧 是一个比较私密的话题 我跟我前女友分手已经一年多了 说实话她从最开始就不信任我 很简单 就因为我是双子座 她觉得我早晚有一天会是渣男 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 就为什么如果一个人生在5月21号 就是双子座 就是渣男 但如果生在5月20号 就是金牛座 就是专一的代表 就感觉在20号那天晚上 让人想通了很多事情 让人觉得 我荣马一生为了谁 我能爱几回 恨几回 所以她不信任我 她对我的一举一动都特别的敏感 比如什么呢 比如我发微信的时候 我不能笑 我一旦边打字边笑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 是哪个小妖精 让我男朋友产生了愉悦 然后她会就把头凑过来 谁呀 我说怎么 你是觉得我跟我爸之间有点什么 就在她这儿啊 对她忠诚 就是发微信不能笑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 什么叫忠孝不能两拳 有点疼疼 为了比赛嘛 为了比赛 没有办法 所以我在她面前真的特别小心 我记得有一次 她把她闺蜜带过来 介绍我认识的时候 我们三个坐那儿 闺蜜坐我对面 她坐我旁边 她闺蜜真的很漂亮 就漂亮到当时 我心里有一个小人对着她 但是我还有起码的道德感 所以呢 我在整个过程中 我就一直忍着没有看她闺蜜 我就看着我女朋友 然后我心里想 看她 不要看她闺蜜 她肯定在看我 是不是在看她闺蜜 现在差不多可以看一眼 先假装看那拙 真好看 真的哪怕我已经这么小心了 那最后我俩还是分手 没有用 还是分手 所以那阵我是挺伤心的 我就想回到东北老家散散心 顺便也陪陪我爸 结果这证明是一个特别错误的决定 因为我爸呀 就经常愿意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尤其在我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就是我俩坐那儿吃饭 然后吃着吃着 一点联系没有了 连主语都没有 我说谁呀 你俩呀 没联系了 没联系 微信删了 删了 哎呀爸 别说了 吃饭吧 别聊这个 哎 你可着点急吧 啊 三十三了 明年四十了 我说爸 你这是咋算的 你要这么算下去 我能走你前头 还好 我平常总喝金点有机奶 每百毫升 含3.8克原生乳蛋白 营养又健康 我说爸 你也喝点 咱俩争取都晚点走 都晚点走 你们可能没有想到 这后面是一个商务 就跟我没有想到 后来我还能知道 我前任的消息 就在今年 有一次我跟我前任 一个共同的朋友 我俩在那聊天的时候 聊着聊着呢 他突然问我 都说哎 那谁结婚了 你知道吧 当时脑子嗡的一下 不知道为啥 就在我的认知里呀 就总感觉前任 是永远不会结婚的 他不应该没人要 开玩笑 这太得罪人了 开玩笑 但我当时真的很懵 我说 这么快吗 我说不知道 他没联系 他说 没联系 没联系那算 那你想看照片 我说看不看都行 但我当时心里 有一个小人说 你倒是往外拿呀 是吧 我想看 快点快点 然后我这哥们 就掏出手机来 给我看 他在我前任 婚礼上拍的照片 我一张一张 在那翻 我表面上翻得很快 但其实我看得很仔细 我就想在我前任脸上 找一种表情 找一种 勉为其难的表情 那种表情就是 我才意识到 上一个人有多好 我爱的是上一个人 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我有点后悔了 一点这种表情都没有 怎么说呢 他太会伪装了 会到让人心疼 所以我把手机还回去 我说挺好 看着挺幸福 幸福就好 对了 他老公是干啥的 不要小瞧 这简单的一句话 当时我心里 又有一个小人 远远地对着他老公 喊 过来呀 他老公过来 来跟你比划比划 看看你什么角色 然后我这哥们 就开始给我讲 我前任他老公 是一个投资人 在北京上海都有房子 两个人蜜月 去欧洲玩了一个多月 这个那 这个时候 在看我心里那个小人 一边跑一边喊 杀人啊 救命 有人杀人啊 分手以后 我是想过 我的前任可能会过得好 但他过得有点太好了 就他的好伤害到了我 让我觉得 我原来只是他幸福路上的绊脚石 他把我踢开是对的 所以现在我特别想站在他的面前 跟他说 我现在过得也挺好 我现在上了脱口秀大会 也是事业的上升期 所以 你老公投资我 不会错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好 有点危险 周老板 有点缓念 现在结果有点难说了感觉 啊 我不会那么选户吗 给大神背上 不会吧 谢谢齐曼 三 二 一 请锁票 哎呀 这组 太难了 这也 这 这组 听说周老板这次 那头排名又第一 同样的剧情再上演 去年就是那头排名第一 然后一维一维一的时候 又是第一个人上来说 我不行啊 后面有周琪莫 然后啪 就晋级了 然后我就被淘汰了 我觉得今年很有可能 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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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